2014年东森县王决赛在洛杉矶盛大登场 十强选手历经两轮赛事 第一关勇闯乐团合唱赛 现场是摇滚复古蓝调风格各显神通 在选出六个人晋级一曲定江山的最终大对决 选手挑战自我极限竞争激烈 表现更是令人惊艳 多新闻现在就带您先读为快 掌音Saya的Alex在乐队的伴奏下向摇滚致敬 本是天籁歌姬的李健有了乐队的配合感情爆发 2014年东森新人王决赛现场多了Live Band伴奏 选手之言有更多发挥空间 却也是更严峻的挑战 本来你是伴奏带的时候你是跟伴奏带 现在那个乐队是跟着你 所以你代理你是代主的 所以他们都会听着你是怎么唱 他们就跟你跟着 所以是这比较好一些 Band在这里我的声音一定要carry over他们 不然这整个Band的感觉就没有 然后听起来就会软软弱弱的 所以声音要红亮一点 距离一万元奖金和经济合约只有一步之遥 选手们全部豁出去了 有神秘的斗篷怪客也有热情伴舞团 或是换上bling bling的舞台装 奋力一搏却只有六名选手能加入第二轮的比赛 要异曲定江山 新人王决赛长表示 今年高手如云真的让他们头痛万分 我觉得每一个都让我们觉得收获很多 因为你知道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从小朋友的努力跟他们的潜质 我们好像发觉了花到宝藏了 因为我们只是带领他一条路而已 那他们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的功力或自己的这种才华更精进 我觉得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 2014年东森新人王总决赛高潮一波接一波 想要知道谁是一万美人的冠军得主 请锁定本周末的精彩节目 东森新闻马力亭英雄文在洛杉矶的采访